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認討之業 我是節目主持人Jassafine 今天帶大家來到整個珠海目前最便宜的樓盤 單價只需九字頭 九百多元一尺的順盤 叫做佳兆業今月都會 相信佳兆業大家對這個開發商都會比較熟悉 因為它是在香港上市的 在大陸這邊也有很多個樓盤 事不宜遲 一起進去了解一下 為何這個樓盤這麼特別 這麼便宜 進去看看 現在我來到石楼堡這邊了 我身邊這位是這邊的銷售經理 徐先生 徐先生你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在香港怎樣過到你這個樓盤 或者我們這個樓盤的話 有什麼特色 特別之處好嗎 OK 沒問題 謝謝你 這邊我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邊的項目的一個大個位置 首先我們項目所做的位置 在這個橙色是怎樣的 所做的這個片區 是我們整個珠海目前金庫區的 高倫康鎮區 整個珠海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是分到一個大區 首先是香州市區 其次是雲琴 最後一個行業是西區 香州市區目前發展已經非常之綁和 所以目前已經沒有過多的土地去開發 市政的一個發展的戰略來說 重點開發我們的西部城區 我們所在這個位置 高倫康經濟開發區 是目前成為珠海唯一的一個產業區 整體的經濟開發區是非常之高端 而且目前的產值已經達到千億以上 進去世界五百強企業 已經成功進去三十多間 在下面這個位置 目前好像裝飾油、裝飾化、小孩等等 這些企業已經全部靜注到我們高倫康的片區 大量的企業來到我們高倫康之後 都吸引了大量的高薪銀材 來到我們高倫康就業生育 所以高倫康目前的政府 區域了一個全新的住宅新區 就是我們所在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們定義為臨港新城 這個片區整體的生活配套是非常之齊全的 首先我們教育配套 項目正對面是兩個學校 金州小學和南水中心遊園 兩學校已經全部投入使用 項目正後方還有三塊救用地 小學初中高中各一塊 Mailois 我們項目周邊有五個學校圍住在一起 商業配套我們項目自帶有四千方多的商業街 可以滿足過我們業主日常的買賣 然後需要大型的超市 是我們直近距離800米左右 在這邊的高倫商都 高倫商都是我們高倫康片區 未來最大型的商業綜合體 目次已經完全建好了 裡面的電影圈、超市、行得機 這些全部都已經招商成功了 我們預計是在今年年代全面投入使用 一旦投入使用 都是這個片區裡面最大型的商業體 然後醫療配套我們直近距離十分鐘 就到達我們這邊的珠海市人民醫院 高倫康醫院 可以在十分鐘就到達 可以說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我們來看看高倫康片區 和整個珠海目前的一個交通情況 首先我們和珠海目前的主城區 香州區是通過這條已經建好的珠海大道 珠海大橋連接在一起的 目前這條路是完全貫通的 都是唯一一條目前連接東西兩步的一個主角道 我們來珠海大道只有500米的距離 都是這個片區裡面 唯一一個上珠海大道最近距離的項目 通過珠海大道去到目前的主城區 香州區全程下來開車大約有45分鐘左右的時間 但是隨著西區的大地發展 珠海大道目前的交通方面已經大了 所以市政起到第二條路 第二條路就是這條河港高速 河港高速是港珠海大橋的西部延長線 目前是我們這個片區非常大的一個交通領域 港珠海大橋現在大家都知道 是目前唯一一條連接珠海香港 和澳門三地的一條主角橋 它的西部延長線分了兩段工程 第一段工程 是從香州見到我們金灣 目前基本上已經建好 預計是在今年的十月份 就是今個月全線通車的了 二段工程就是繼續從金灣延伸到我們這邊 高能港 預計是二二年七月份全線通車 通車之後呢 來我們項目的上橋點 只有兩公里的距離 通過河港高速去到我們目前的香州市區 所以未來只需二十五分鐘的時間 更加可以直接通過廣州的大橋面 到我們香港 全程下來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大大地拉近我們片區 和香港片區的一個直徑距離 最後是下面這一條金海路 金海路是直接搏接我們橫琴的 一段工程金海大橋已經目前共工了 通過我們的機場到橫琴 未來呢 它的二段工程是和機場到我們高能港全程下來 通車之後從我們駱目出發 通過金海路來到機場全程二十五分鐘 通過金海大橋來到橫琴全程三十分鐘 那橫琴目前的整體房價都已經去到五到六萬以上 而且橫琴它的住宅片區是十分之極限的 那市政為什麼會在這條路呢 重點的規劃就是將我們高能港和金灣 打造成我們橫琴未來的生活後巴魚 目前高能港片區的整體房價均價才去到萬二元左右 橫琴房價已經去到五到六萬 不過這個房價只是橫琴的六分之一 所以投資或者未來的升值是非常之巨大距離 謝謝你 謝謝你 那我們現在在賣的是怎樣的產品呢 那這邊先講一下我們目前項目的所做位置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片區是我們整個項目的收款圖 前面這裡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我們最大的四千方的一個商業街 另外一個前廣場都是我們小區的活動範圍 項目正對面就是兩學校 金州小學和南水的中心遊園 就是我們項目正對面只是隔著一條路 即是我們是學區範圍 對 學區範圍 然後呢我們整個小區總共有十五棟的一個高層主城 目前我們整個小區都打造我們這個片區裏面 它的配套最柴全意或設施最完善的小區 中間有泳池 然後另外還有羽毛球場 南球場 乒乓球場 所以有三個球場是我們小區中間圍繞在一起 另外還有一條橫圓的口道圍繞在小區中間 可以說我們小區裏面的運動設施是非常之堅持的 是 玩樂設施很多 另外我們還有很多功能空間 好像後面這邊有一些兒童樂園 老人家的空間中心等等 所以說不論你有小朋友或者說有老人家 在我們小區裏面都是獨立的一個空間 可以上來使用的 不同年紀的人都有自己適合的運動設施 沒錯 而且我們看一看目前 我們整個小區已經賣了一棟或二棟這兩棟 六次已經完全受慶了 只剩下最後兩三套而已 然後現在我們主要賣的是七棟這一棟 高層單位 對 高層單位 這個位置都是我們小區中間的位置 總層高 二十六層高 兩梯五層的位置 目前它的方數和面積有三個匯形 好像七十五平方的兩房 八十三平方的三房 和九十平方的三房 兩梯兩位 八十三平方這個潮流是 朝西南潮流上 看我們小區的泳池和中庭圓門景觀 可以看到泳池景 對 景觀非常之漂亮 然後七十五方和九十方這兩個匯形 就是朝著東南 是我們小區目前的南投場位置 由景觀面和通光草當面都非常適合 都是沒有遮擋的 朝向都很漂亮 對 沒錯 基本上是這樣的 你講到都很吸引 事不宜遲 可不可以直接帶我們去看看實體 我們先看一下 這邊 現時買的 是否周邊的住戶比較多 我們這邊的客戶來說 其實都是多方面的 有本地客戶都有 我們香港客戶 我們這邊都接到三成以上的一個客戶 OK 這一個是我們八十三平方的 我們有萬家 這一個八十三的 對 八十三的 即是大約是九八尺左右的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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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對 而且這間店的套路都全部都拆光了 而且我們隨口的邊還帶了窗 所以採光面都不錯 沒有暗房 對 沒暗房 設計都可以 剛才兩個人站進來住 房都不算低 然後客廳餐廳這個位置可以加到三米六 而且這個前面就是西方的前面 剛才已經投過了 都是南京 匯營主要是持住我們小區的中庭園 望永慈敬 對 一定很漂亮 前面就是露台位置 這邊是露台位置 那它就把洗衣機和一些櫃都弄在這裡 櫃的位置是交流標準 但我們到時可以類似這樣做 位置已經流出來 都是為了方便業主美女使用 其實這樣設計的話實用性都很強 對 沒錯 然後後面 我們這個會員特館來說 客廳房間有分開 房間這邊的私隱性非常之強 三個房間並屏在一起 八十三方做到三房兩廳 因為這個設計十分高 這個是客房 客房進來其實不算小 就算是這邊做了書台 做了櫃 這邊床基本都是米五的床 但顯得還有很多空間 空間很大 這個自我和主我都是跟客廳一樣 像西南大 都可以看到小開泳池景觀 客房都可以看泳池景 質疑 這個是衛生間 這些都是膠標 全部都是膠標 它都是有窗的 有窗的 沒有任何一個位置 上面還有通風的口 然後這邊就是兒童房 兒童房 其實兒童房和剛才那間客房 即是次禍的佈置有點像 它應該都是利用了飄窗的位置 但它下面做了塔塔米形式 下面的櫃全部都是可以利用上 空間感其實是很強的 將每一個位置的位置 然後這裡放一個小型衣櫃 這邊又做了儲物架和書桌 其實小朋友自己住已經夠了 而且它兒童房和主人房的距離比較近 日常的話 照顧起來比較方便 對 這間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非常大 主人房的位置設計 來說 它的衣櫃位置 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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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配套齊全身 而且它帶了一個全景的大飄窗 看出來的景觀面非常好 通風採工效果 這個不用擔心 這個飄窗就保留了 然後放了一張 麥白差不多 應該是2米左右的大床 兩邊都放了床頭櫃和一個大的衣櫃 但是都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空間感都很強 其實900呎 即是83平方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三房 利用率這麼高 使用率可以去到95%以上 其實真的很實用 我們還有沒有其他戶型可以看 其實這個戶型是OK的 居住很不錯 一加四口或者五口都做到的問題 這種戶型是OK的 然後這邊就是90方的戶型 90方是我們這邊的一個明星戶型 目前看到的是我們的交流標準 交流標準 目前看到的全部都是已經的交流標 除了空調是沒有的 其他的地面磁磚 或是場面或是廚房那邊 衛生間那邊全部都配到齊全 90方最大的特點來說 它是屬於文不通透的戶型 這邊就是朝東行朝向 合廳和露台的位置 然後餐廳的位置 這邊是帶著窗的 所以整體來說通風效果十分之間 OK 那這邊就是廚房位 對 廚房位對出來是我們餐廳的位置 使用起來比較方便 目前看到的廚房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交流標準 這是交流標準 對 其實交流標準也不差 是的 街市公司基本上是使用起來 一些品牌或是用材料都最擔心 對 看看房間位 對 三個房間都是做到對樓的形勢 對 這個前額 前額都不小 他就保留了飄窗 到時候如果使用起來都可以利用飄窗 對 好像剛才我們看的八十三平的單位 將床就拍到飄窗 對 因為飄窗的位置都比較大的 這個面積是全部不介算的 所以使用起來都比較好 問題是剛才那裡放了傢俬電器 這個就沒有放了 完全是交流標 視覺上會有點落差 其實大小跟剛才那間客戶差不多 這邊的面積會比八十三公司大一點 還要大一點 應該是視覺上的差異 其實房間裏面的佈置主要是看軟壯的 沒錯 另一邊就是洗手間 對 這個洗手間都是交流標準 整好了 到時候這裏的推拉門是有沒有的 即是玻璃門 這個就要自己做了 沒錯 OK 這裏是西蘭的兒童房 這個就是兒童房 這間兒童房跟RC的大小是否一樣 一樣 這間兒童房跟剛才的面積一樣 噢一致的 剛才說就一樣把這個飄窗位置 用了 它的床就這樣做 沒錯 所以說它整體的實用過就很高 是 這個90方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90方的面積居然做到兩位 主人房 它的套房 對 主人房的衛生間其實不算小 對 跟剛才的公共衛生間其實差不多 嗯 是的 陰陽都是帶著窗的 所以不會有眼睛的 對 通風的效果可熱 這個主人房的話 其實面積都比較大 對 這個主人房比剛才83公司還要大一點 噢其實比它還要大一點 對 其實可以參照我們剛才的面積段的設計 對 那這些到時都是木地板膠錶 對 都是膠錶 其實裝修的質量和搭配的色彩其實都是OK的 這些顏色的話比較耐舊 對 那現時我們就只有這兩個戶型是可以看 還有一個75方的兩方 對75方有示範單位嗎 有 看看吧 OK 75方的兩方都是比較稀奇的一個戶口 是 目前來說其實西區是豪市的這種兩方的單位 因為我們近期都走訪了很多樓盤 大部分都以三房四房為主 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兩方單位是 說真的 從開發商的角度來看 開兩方的單位是成價比不高 對於我們開發商的賺的錢是應該這樣高 確實是 而且近期呢 隨著是 就是大陸現在的小朋友的生育政策 都是會 家人口相對來說比較多 都會要大面積的會比較多 但其實兩房呢 目前都是 多人選擇這個 因為說兩房單位它整體的總價不會很高 所以目前使用很多剛需剛剛起步的年輕人 百嶺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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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套房 又沒有那麼多錢 可能就選擇這些兩房單位 都對 其實投資都划算 絕對划算 出租都可以的 這邊的話 出租都是非常高的出租率 兩房單位可以租到兩千元一個房 對兩千元這個月 其實性價比算是很高的 我們現在就在兩房單位這裏 一進來這邊的話 就是除房位置 除房位置 除房位置的話 放了冰箱位置 整體下來整個除房都挺大 和那些三房的除房差不多大小 而且它有窗的 對嗎 一樣都是大窗 對 其實沒有暗房的 OK的 進來廳 廳餐廳非常大 其實廳位不算小 這個75方的客廳餐廳的位置 其實對比83方的餐廳位更大 因為它少了一個房間 但是它整體的位置攤開出來之後 客廳餐廳的位置做得非常之闊 好像餐廳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個大園 可以放到 其實可以放六人桌 其實客廳開間大園 3米4 剛剛那個是3米6 但是它就短了一點 83方的戶園 這個75方的位置比較長 所以它餐廳客廳的位置 功能空間來說 它分佈得比較明顯 其實看起來真的很大 剛剛進來我也震驚了 75方的開間其實這麼大 75方的比較白色的點 就是它這種房間 其實在香港那邊 我們叫做飛機房 怎麼說呢 中間是客廳 然後旁邊是房間 房間即機翼 然後它這樣來說 它的採光面非常之靚 它這個朝向是屬於東南的朝向 所以客廳兩個房間 全部朝東南 所以它採光面非常之靚 完全沒有任何暗的地方 陽台位都不小 對 陽台位置都不小 陽台位大概是有幾大 1米5的開闊 其實陽台位都不算小 洗衣機 洗手盆 這些都可以做出來 預留了那個位置 其實可以的 看看房間 房間大小 這個是小房間 是小房間 其實它的飄窗 這樣的設計的話 採光很足 這邊做了櫃桌 然後這邊放床 都是做Tatami 其實這樣利用起來 整個空間感就出來了 完全不覺得小 我們人們走進來都不會覺得小 現在其實這房間已經站了三個人 但你完全不覺得小 嗯 其實這樣的設計 嗯 戶型也很實用 我們介紹一下戶型 我們主要都是做實用率的 對 應該都是比較符合居家的需求 對於投資人來說 這種戶型也適合 因為無論你投資也好 自己住也好 未來 你投資也要出手 人家也要住 人家住 但要考慮就是這個實用率 實用率高的話 我一樣買一個七十多房 可能兩房單位太大 那麼多 肯定選擇性的人就會比較多 嗯 其實我們看了這麼多的樓盤 七十多房做兩房的 很多 不算少 但是呢 做到廳這麼大 房間分佈這麼大的 真的 比較少 這個就是衛生間的位置 衛生間我們做了這種乾濕分離的形式 然後外面就是石樓 外面就是上廁所的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都利用得比較好 是衛生間比較方便 現在都很時興是做乾濕分離的 這個主行房 主行房都是一邊有很多全頂的大票槍 而且房間出去的景觀都非常不錯 75方的這個位置 因為剛才說的是潮東南潮流 東南響 所以這邊的採工面行定足 這個房間可以看到分佈都非常合理 它的衣櫃位置都預留出來 又可以放衣櫃位置 又有床外床有床的位置都可以放得到 做到三邊落床 雖然說沒有八十三房那麼大 但房間來說是使用起來完全沒問題 其實這間主人房算是比較大的了 一般普通三房的主人房都是這樣的大小 其實因為我們過來看這個樓盤 最主要是給它的價錢而吸引住 聽說的話 我們這裏單價只是九至頭開頭 九百多元一呎 現在我們這邊是在搞金融大的優惠力度 目前我們是九百多元一呎 是一天價的 整體均價只有一萬元出頭 所以性價比非常高 好像說這種七十幾方模型 總加下來八十萬元左右 就是整體均價只需要八十萬人仔 對 人仔八十萬 我們這一邊的話 因為香港人士目前來講 封關問題是來不了 如果我們要買的情況下 可以通過怎樣的手足呢 我們目前在香港 我們有簽署到一間銀牌宮南亞洲 公人亞洲可以直接在香港 辦理全部的銀牌手足 而且到時候我們訂房 可以通過視頻看訪 然後看完房之後 會有各個分別 覺得OK 沒問題 我們可以直接通過轉帳形式 把房款直接轉到我們 開發商的這個商務裏 又找銀牌按揭全部 可以在香港通過公人亞洲的 一個銀牌按揭全部辦理 不需要來到我們大陸去哪裡 這麼方便嗎 是 而且說我們目前公人亞洲 是屬於直貸 利率方面都是屬於香港的利率 三厘多 所以會非常低 利率都低了很多 因為我們大陸這邊的利率 是去到五厘一左右 五厘一左右 其實很划算 每個月少許多銀行利息 對 沒錯 這個75平方的 即是接近80萬人仔 剛剛我們看下去 那間80多 83方的大概是90萬出頭 90萬出頭 如果只是給首付大約是多少錢 大概75方的首期 可能就去到20多萬 83方的戶型首期 大約90方的差距也不會很大 因為我們面積團來說 只差了幾個方 總價都差不到特別大 可能就是10萬元之內 所以首期款可能又多了幾萬元 都是三十幾萬元 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即是我是否可以理解 如果我們手上 即是考慮買100萬以內的樓 這裏就是所有戶型可以選擇 即是沒有那麼大 好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徐先生和我們的講解 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 覺得這個樓盤怎樣 大家有沒有心動的感覺 如果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聯繫我們下面的聯繫方式 和我們聯繫 今期的節目就到現在差不多了 下期再見 拜拜 謝謝徐先生 謝謝